大家好啊,我们听听这位 这个小蚊子 听听这位在郑州的暴雨里边两个小时啊 死里逃生的这位这个女孩吧 她的经历啊,我们听听 我手机呢,直接断网 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当时我看了微信群里面 全部都在说外面暴雨的情况 我当时看我们的业主群 也在说马上就要停水停电 我当时就着急着去接我儿子 因为当时我儿子是在球馆里面去打球 我要接着他去我马甲 后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比赛 我下楼,电梯当时已经停了 路边的积水也都已经到了700 我当时就在想 我不如硬着投逼往前走吧 但是后来我又想 说不定他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停下来呢 我就等了半个小时 但是没想到啊 他根本就没有停的迹象 但是当时我真的是着急的接儿子 我就硬着头皮 然后往前走 当时雨水呢,已经到了我的大腿跟 但是呢,我还是在往好的方面想 我就在想 到地铁站就应该没什么事了 反正呢,也就只是几分钟的路程 到了地铁站呢,果然还好 结果呢,刚坐了两站路 地铁就开始走不动了 我的噩梦就开始了 车厢呢,是开始慢慢的渗水 很多人都在说,怎么办呢 大家呢,当时真的是不知所措 当时所有的人都已经傻了 后来地铁站的工作人员就要求我们开始 疏散我们开始离开 后来我们刚走没多远 工作人员呢,就开始大喊 要求我们回到车厢内 前方的水啊,就好像是一下子就涌了过来 等我们上车的时候 水呢,已经到了我的灯 可是啊,噩梦还没有结束 外面的水是一直地在上涨 车内呢,也开始不停地渗水 所有的人当时都已经站在了灵子上 可是大水真的是无情 水已经到了我的水位 我也感觉到了,我已经是在一个缺氧的状态 呼吸不上来 空气呢,是越来的越少 很多人呢,当时都已经出现了呼吸不难 但是好多人呢,当时都拿着电话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阿姨 她在打电话,交代她的银行卡 密码卡都在哪里 我当时就在想 我千万不要有事 因为我还有孩子,还有爸妈 我们家就我一个孩子 我要是没了,我爸妈该怎么办呢 我当时就立刻拿起电话 然后给我妈打电话 但是电话通了之后啊 我真的不知道该给我妈说什么 我只是给我妈报了平安 给我老公打了电话 交代了我儿子今天住宿的问题 让他给球馆里面,然后去联络 其实啊,我当时真的是无比的害怕 从来没有这么害怕我 当时我什么都做不成 我只是等待救援 六点多到八点多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我当时真的是一个崩溃的状态 因为我已经严重的缺氧,缺氧厉害 大脑呢,也已经开始昏睡 开始慢慢地不清醒 我当时是一直拉着扶手 手机呢,就在我的手里面 是一直在震动 我当时慢慢慢慢地清醒 然后我一看电话呢 是我老公打过来了 问我是什么情况 我当时听到他的声音呢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有落泪,只有在哭 我好害怕 正好呢,这个时候救援队已经赶来了 我挂了电话呢 车顶呢,也传出来了咚咚咚的声音 消防队正在我面前 消防队正在我面前开始砸玻璃 砸了半天呢,终于砸烂了 空气呢,也终于进来了 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当时呢,我看到消防队员的那一瞬间 我就知道我能活下来了 我得救了 当时很多人看到救援队 都开始相互地安慰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是坚持不住了 有的人是昏迷 当时呢,大家都在喊 这里有人晕倒 先把晕倒的人给晕上去 每个人呢,都上去拿了把手 把晕倒的人先给送了出去 男士们呢,也都开始说 让女士们先走 人呢,真的是在遇到生死的时候 才能体现出人性的美好 看到救援队和消防员 我当时是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当时真的是又难过又庆幸 我呢,庆幸我身在了一个有爱的国家 遇到了一群可爱的人 难过的是 他们真的是在拿他们的命来还我们的命 他们在家也是每一个家庭都听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死亡 那么多的经历 原来啊,经常和别人说 如果哪天死亡找到了我 我会坦然地面对 因为啊,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一切呢,都觉得是命运的安排 这次我真的是害怕了 意外真的是随时都会到来 如果这次我真的是不能得救 我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 我有太多没有完成的梦想 遗憾的是 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不能看到他们取悉生死 他们没有妈妈的陪伴会不会自卑 遗憾呢,我不能对我父母尽孝 不能让他们晚年身边无人照顾 遗憾我不能陪我老公白头到老 说好的,老的时候一起去游山玩水的 死里逃生后真的让我更加深刻的意识到 既然命运让我活下来 既然呢,老天那么的眷顾我 那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地活着 享受着生活 绝不辜负每一天 好好地珍惜我所有的一切 好好地爱我爱我的人 在此呢,我也感谢所有外地关心我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我很好 也愿这一次的遇难者们,你们一路做好 你看这些事儿了吗 这个女孩儿啊,她说她也是独生子 是吧 但是她可能生的不止一个 她说我的孩子们 她可能两个吧 啊 是吧 这计划生育政策是大问题 对吧 你汉民族啊 虽然人口基数大 但是你为什么不让她多生一个呢 是吧 当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指望这一个孩子 他不溺爱吗 他不可能不溺爱吧 对吧 而且对子女的那种过分的担忧 担心 全中国好像听说 我听说有上千万个 失毒家庭 你只让他生一个 因为种种的意外 疾病 最后老人老了之后 只有老两口 对吧 这还是你政府的政策的失误 错误 甚至这都是一种罪过 真的 今天的中国的各种的问题 其实政府是最大的责任人 包括这次死了那么多人 是吧 现在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 是吧 前两天 美国德州的啊 说死了两万六德州的河南的同乡会说死两万六 啊 而且这个不知道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没能力啊 证实 只是有这个说法 而且现在灾情还没过去 我们都不知道啊 我们希望不要死那么多人 是吧 死几千都不应该 几百也不应该 是吧 应该一个人都不死 每个人都健康的活着 可是做不到 是吧 这次呢 天灾是一小部分 百分之七十以上是人祸 百分之七十以上就是人祸 他们偷偷的泄洪 没有打招呼 没有通知任何人 啊 而且气象局的局长 我看到那个文字了 啊 他发了五次的这个暴雨的预警 没人理他 没人理他 这个中国现在已经是半失控状态了 啊 这个各个地方政府行政机构 半失控 半瘫痪了 啊 没人干事 是吧 都是吃喝玩乐 都是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 得过且过 都是抱着一种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心态 真的是这样 是吧 那为什么是这样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大家都心知肚明 能不能改呢 难说 иш磋 没什么 继续 我 有 字幕提供